嗨 大家好 我是浪熙 今天删鸭子 然后听说鸭毛难拔嘛 我们今天准备一个神器 这是橙醋 橙醋听说灌鸭子也是非常好拔毛的 今天我们试一下 看一下效果是不是真的 听说非常厉害 上次我们是用食盐嘛 今天用橙醋 现在也让它喝点橙醋 哇 这个醋真的很酸 听下去啊 估计很酸 再喝点 再喝点 这个应该要喝到一定的量 这样才有效果 一点点肯定没有效果 喝吧 逛了这个醋的可能鸭肉还更薄 所以鸭肉还更鲜美 好了 喝的差不多了 让它缓一缓 然后等一下再删吧 看一下拔毛效果是不是真的很好 这个鸭子已经删好了 哇 你看 这个大盆都装不下 现在开始拔毛了 这只鸭子真的很大 这个喝的醋的鸭子不知道好不好拔 先把这个鸭掌给它拔掉 看着这个鸭子 看着这个效果 哇 真的很好拔你看 看着它还不错 看下可以 这个鸭子在换毛 你看 不过还是挺好拔的 非常拔劲啊 看着这个层处逛鸭子还是可行的 你看 这个嫩毛的话等一下再拔一下就可以了 好 看一下 非常不错 其实拔鸭子有很多方法 听老人家说拔鸭毛的方法非常多 我们也经常换着来用 看到这个层处灌这个鸭子还是非常不错的 你看 虽然这只鸭子在换毛 但是轻轻搓你看 这个嫩毛都把它搓下来的 还不错 我们看一下这个鸭子拔一下要多少时间 现在把它处理一下 差不多拔了三分钟吧 就把这个鸭毛拔完了 看到这个层处灌鸭子拔毛还是不错的 你看 很拔劲 这个鸭子虽然在换毛 但是还是拔得挺干净的 效果还是不错的 看来这个层处灌鸭子拔毛还是不错的 非常好用啊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